建一间庄园大屋和新宾妻子一起住 算不算一个豪门的浪漫? 南岛128号就有一座近8年历史的老洋房 是男主任翁唐亚士送给妻子杜小姐 这座大宅中文名叫唐亚士大宅 英文名叫Jassville 在唐亚士妻子的名字Jassie的音域 再加上view在法文里叫庄园 博物馆不够这样兜上去 试驾路 顺着这条路走上去 开车就简单一点 但是我没有车 我口车白口衰弱了 沿路走上来的景色都漂亮 谭马士出生在1900年7月21日 是香港知名的大律师和政治家 早年他先后在拔萃南书院香港大学 牛津大学 伦敦大学接受教育 获得法律学位之后回香港 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华益執业大律师 一个有留学背景的华人学霸 很快就受到港英政府的种荣 抗击了他的政治生例 谭马士本人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侵华 香港两核的日治时期 不论是战前战后 他都在不同领域担任不同的公职 直至60年代开始淡出香港的政治舞台 据问谭马士在结婚时 曾问过太太杜小姐有什么愿望 杜小姐就会回答他说 我想建一间庄园大屋和环球旅行 这两个愿望 谭马士都一一做到 谭先生本人在1929年扣入了这块地的地皮 在1931年建成了Jergeville 一家人一直住在这个大宅 直至1970年 之后大宅就一直空截 直到1994年到2006年 谭马士的后人申请将大宅拆设 重建为住宅员 但因为历史的价值和引起公众的关注 港府在2007年4月宣布大宅 暂定为法定户籍 以便与业权人商讨大宅用地的未来用途 经过多方的商议 政府允许大业主在屋地里 另起一座大楼 作为大业主家族保留 整座大宅的交换条件 所以现时Jergeville分为两部份 一部份就是两层高的古典大宅 Jergeville Manor 另一部份就是在2019年新落成的Jergeville Tower 大业主还扩建了原有的花园 增设了无边际泳池 而同游乐场方便宏院的住客 唯一可惜大宅不是一城不便地保留下来 而是大业主进行了翻身改装 它分为四间大平城最后出租了出去 至于为什么不一次出租整间大宅 可能因为市场供求的关系 可以租得起个万尺大屋的家庭 在香港真的不多 我只赢了500万 又不租500亿 而大多数给得钱的豪门 又会追求更新式、更智能 更能提供生活品质的新式大屋 除非真的遇到一个很有历史情意结的有缘人 不是的话 这间大宅可能会一路雕空荒废 所以差分出租都可以理解 与其雕空整间大宅去养蚊床 不如以一个根据性价比的租金 分租给四个小家庭 我所说的小家庭是相对于个万尺的大宅而言 事实差分出来的四间平城一点都不小 10尺由2200尺到2900尺不等 以65元尺租去计算 最便宜的那间都说14万03千元的租金 剩下4 即是每个月近乎60万的租金收入 不论这个收入是大业主代代平安 还是借助个人气和租金去维护订助大宅 都是一个古宅重新赋予大宅一个新的形态 新的作用 就好像在大宅做了一个高级的珠宝首饰展 让更多人去认识香港这些古典的大宅 历史是不断推进的 保育都不容易的 8年之后仍然见到一栋古建筑的存在 即是有幸我自己来过见过 不过今天就真的很可惜看不到 因为我整个大宅里面有三间出租组 一间仍在这里装修 所以我们进不到大宅 只能远远地看着它的外形 在它周边走一圈 至于香港这些大宅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Loui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